2個禮拜,兩個人 一套小的設備就可以把房子建起來 差不多2000到2500塊錢一平米 100多平米,差不多20多萬 村地打印建築具有很強的生命力 我是從2003年開始研究數字建築和智能建造 當時在國內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個設計的方向 近5到7年以來 主要的精力就放在機器人森地混凝土打印 把這個技術用來進行實際的建造 做了有將近20多項實際的項目 現在團隊夾在一塊兒的20多人 尤其是90後、00後 最早做的一個項目 就是森地打印混凝土步行橋在上海 當時影響很大 中央電視台,包括100多家媒體都爆了 首先要在軟件裏要生成這個模型 進行路徑規劃 這個路徑規劃導成這個代碼 來控制機械臂的運動 而機械臂的前端打印嘴裡頭會疊成 擠出混凝土一層一層地來實現要建造的建築 之後我們又做了3D混凝土打印書屋 不到30平米吧 5天就可以打完這個房子 五家莊是我們的一個實驗基地 之前是用磚頭、夯頭來建房 一年過春節我就有意思去村裡頭看了一看 風從窗戶和墻的那個縫裡都直接往屋裡吹 五家莊的這個農宅 今年被評為河北省最美的家庭 前天給我發了一個微信 他說感謝徐教授 這個房子太好了 我們感覺了很幸福 3D混凝土打印的房子 它比旁邊的民宅堅固 它保暖 夏天保冷 潔嫩 農村裡的路很窄 大卡車開不進去 大吊街也進不去 又發明了小車 智能機器就能開進這個農民院 開始自己打印 一個月可以建建房子 將來完全可以再進一步 把空間完成以後所需要用的家具 甚至是裝飾物 都一次設計完打印出來 深圳3D打印公園 座椅也是流線型的 看起來它就跟山谷跟溪流一樣 形成了一種自然形態 機器人3D混凝土打印 它所處的發展階段 我們如果用跑400米來做比喻的話 現在其實才跑到150米左右 技術本身還在不斷地開發 5年8年3D打印建築 將會逐漸地普及 未來一定會成為一個 最普及的建造手段 這是毫無疑問的 我們現在逐漸告別工業社會 走向智能社會 等好建築功能越來越缺乏 機器人替代工人工作的話 要把工人從這種防重的 體力勞動當中解放出來 其實我們沒有非常多地去推廣這項技術 在社會上的認知度還是比較低 建築師最最本質的工作 不在於建築是否出名 滿足廣大的最普通的人的生活需求 這個是我們做這項技術研發的最核心的目的